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会去让他们去多去接触 多去相处 那有的时候先生可能上麦列了 回家也不想跟孩子互动 因为跟孩子互动的话其实还是很费神的 他就会想躺着看手机 那我就看不过去了 因为毕竟就是说你看一周下来跟孩子相处时机很少嘛 那我就会强迫他 我说你不要再看手机 你陪着孩子在旁边玩 反正你没有声音 他也不知道你在玩手机的情况下 他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 觉得说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了 对吧 然后也不会打扰他的一个专注力 其实在平常生活中他就是有观察呀 或者是在玩玩具的时候 他这个专注力是很好的 就不需要去打断他 如果说你手机外放的话 确实是很容易影响他的情绪 那个思绪的 他会看你手机在看什么呀 所以这种的 所以我一般带娃出去玩的时候 我是不看手机的 我会盯着他看 在家里面的话就是像 他现在是自己在玩 完全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后我在这里 所以我也打扰不到他 就一般他玩的话 我就不会发出声音 就这样子 现在呢才八点钟 过一会出去玩吧 玩到十点钟 的样子 就直接去学校上早教课 我今天这个衣服很喜气对不对 大红色其实 我这是大红色 拍出来都变成橘黄色 好奇怪哦 可能是因为美颜相机的效果 然后把衣服印的成这种橘黄色了 八点半了 带娃娃出去玩一会儿 玩到十点钟 直接去学校 嘿嘿 走吧 来公园多一圈 去哪里啊 刚来公园 你去哪里 对不对 四号 欠微哭哭哭哭 misfui Iya 转圈圈了 晕不晕 以后大家晕不晕 晕不晕 酒 �bour 9点半了 等到9点半这里玩腻了 还有二楼再玩一会儿 玩到10点10点多少 10点15就可以上课去教室 现在室内游乐场 让他玩个沙沙 现在已经9点41了 等到10点10点15 就可以进学校 要早点去要站位置 要站C位 不然的话小孩太多了 坐中间看不到 看不到老师上课 他就很喜欢坐中间的 因为每次我都在他坐中间 停了下来吧 可以进教室了 要到10点半才开始上课 让他自己玩一会儿 终于结束了 现在在小区里面 他在捡东西丢壶里面去 不愿意回家了 已经是快12点了 11点50分 只能点外卖了 因为他不他不愿意跟我 起电瓶车出去买饭吃 我呢要不要吃卤肉饭 他说不要卤肉饭 也要也要 哎呀 要捡了一个树枝 要丢壶里 这是一个人工壶 很长很大 这是环绕整个小区的 整个小区呢 有各种小道 还是挺舒服的 一会儿就没电了 我没电呢 我没电呢 给学习买了两个电池 四节电池搞玩具上 然后那个用不了 我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啊 还是我玩具的问题 我找商家给我推钱 但是商家没理我 看一下我的穿搭 变胖了 然后我穿的鞋是那只鞋 我感觉我变胖了 可能冬天穿的比较肿 但其实是有变胖了 腿都变粗了 你看我穿黑色的都不显胖 都不显瘦了 叫胖了 今天中午吃多了 肚子好胀好胀 晚上啊 就不吃了吧 然后我要给看 绝绝吃什么 哎难搞 敷面膜的时间 现在就是泥膜 清洁深藏垃圾用的 我一周也就敷个一次两次吧 不能敷太多 敷完之后洗脸 然后敷补水面膜 补水紧致面膜 酥酥毛孔 护肤还是很重要的 记得点赞关注哦